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二 台北股市几乎没低点 开高压回一下而已 大涨 今天是直接开高就62点 稍微蹲下来 警戒就一路大涨 收盘售最高111点 昨天礼拜一 怕死人 开高杀低200几点 外资又卖了157亿 昨天礼拜一 开高杀低200几点 240点 很多人在追传产 在杀电子 加上MSCI全重调整 外资又卖157亿 昨天行情够震撼了 我怎么说 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讲了 依据我的经验 每年2 5 8 11 最后一天全重调整的时候 如果拉高收 隔天就会下来 如果杀低的话 隔天就会开高涨 我昨天是不是这样讲了 昨天我已经跟你预告了 隔天会开高涨 今天是不是直接开高涨了 昨天那种行情没有人敢这样跟你说的啦 权重调整电子股杀身隆隆 大家都去抢传产股 谁敢跟你讲说 礼拜二会涨 而且电子股会起来的 我看全市场只有我一个人而已 我的分析 我怎么看我这怎么说 我不会摇摇摆摆 你们长期看我节目你们知道 上次8月20号的时候也是一样啊 跌600多点 收盘跌400多点 大家疯狂杀股票 外资也大卖 我当天也说啊 敢买你就会赚大钱 而且直接跟大家讲低点出现 8月20日落600多点 谁敢这样跟你说 也是只有零和宴嘛 对不对 所以经验很重要啊 你看那天过后 连涨5天 这天过后 这天过后 连涨5天 5天 从12,144 涨到12,960点 5天去800整点 是不是跟我预告都一模一样 那今天你再去追电子 今天传产又转弱了啊 今天电子股又转强了 我昨天就预告了 昨天就预告了 电子股会转强 你今天有去对电子吗 这样对来对去 昨天追传产杀电子 今天又追电子杀传产 够乱的啊 够乱的而已啊 昨天美国股市 稻穷跌223点 很多人看到稻穷跌 又想到昨天那一幕 会怕喔 会担心喔 你要看仔细 有时候不是指数的问题 你要知道原因 昨天稻穷成分股 三下三上 有三档被淘汰 地补新的三档进来 这一来一回之间 就会有变化了嘛 举个例子比如说 昨天全球最大药厂辉瑞 被取代掉 安静也不小啦 安静进来 你知道光是这样转换 你看 稻穷市值就少掉600亿美元了 汇率股价比较低啦 只有37美元而已 安静股价比较高 253美元 所以感觉上安静进来 汇率出去 是应该的 可是仔细看 汇率总市值是 2099亿 汇率总市值是2099亿 虽然股价低 它的总市值 是全球药厂里面最大的 安静虽然股价高 总市值才1486亿 这样两个差多少 是不是差600亿了 所以光是 稻穷成分股转换 一进一出 总市值就少掉600亿啦 所以你不要只是看 这个指数跌多少 然后就下到 你要去看里面细节的部分 但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我们来看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低太阳能跌4.2% 菲利普跌3.5% 汽车股也都下跌 包含波音也跌了2.2% 奇异跌4% 迪士尼跌2% 银行股跌2% 所以昨天美国传统产业本来就比较弱 对稻穷也是比较不利的 那反而科技股很强啊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科技股的部分 你看LOOM 大涨8.6% 再创历史新高 亚马逊涨1.45% 也创历史新高 苹果昨天股票分割 一股换成五股 股价从500多变成100多 又大涨3.3% 紧接着 Intel涨1% AMD涨6% 创历史新高 高通0.7% 博通0.6% 灰达1.7% 也创历史新高 特斯拉昨天股票分割 一股换成五股 大涨12.5% 原本2200美元 一股换成四股之后 一股换四股啦 一股换四股之后 现在股价变498美元 那股价因为分割之后变低 变比较便宜 所以吸引到更多的买盘 所以昨天美国科技股 反而是很强的 纳斯达克再创历史新高 涨0.69% 所以美国科技股那么强 今天台北股是开高 合理嘛 对不对 那昨天 电子股砍得雪淋淋的 大盘跌137点 指数跌1% 电子股跌了1.5% 我昨天是不是问你了 如果电子股明天开高 你要不要再追回来啊 因为我们在杀电子股的时候 昨天电子盘 电子股还在涨 人美国电子股继续在起跌 我们投资人在砍电子股 所以我昨天问你呢 明天如果电子股开高 你要不要追 你要追不 你有追不 今天大盘涨111点 趴数是0.89% 电子股反而涨了1.53% 昨天跌了 昨天跌了 今天全部回来 昨天跌了 今天全部回来 涨了一台电子股 又有议议 对不对 涨了一台电子股 又有议议 上次也是一样啊 跌600多点 收盘跌416点 那天也是一样啊 大家疯狂在砍电子股 可是同时间 美国纳斯达克的电子盘 人们也没拔到啊 只会我们自己 自己吓自己 怕怕死 黑白胎 情绪要稳定啦 随时让自己 控制你的情绪 不要随市场起舞嘛 已经多少次了 经常这种现象都会发生啊 你控制不了你自己 那你就随波逐流啦 对不对 你看藏 大跌 哦 航运股这么强到 跌137点 子类股这么强到 绿能 风力发电这么强到 太阳能 哦 这么强到 所以一堆人 砍电子追船产 我说这样好 那如果礼拜二 全部转弱呢 怎么办 这就被我说对了 今天大盘大涨 韩骨 哇 翻黑了 子类股 今天也翻黑了 风力发电 今天翻黑了 跌的还蛮多的哦 3% 2% 跌的还蛮多的哦 太阳能 也翻黑了 你看跌到5% 因为昨天美国第一趟能 大跌4%嘛 我们他能股跟他一起跌 也是合理的嘛 那昨天船产大涨 今天下来 你担在堆 还堆就高了 电子骨台就低了 那今天电子骨起来 船产下去 是不是两边又挨耳光 所以跟大家讲我不喜欢这样做 有些人喜欢追强势骨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 我喜欢当猎人 米又好 打黑鸡 瞄准了 再开枪 你这样才不会浪费子弹嘛 官长追来追去 杀来杀去 算一算 手续费缴了一大堆 还不一定贪得就急 对不对 还不如趴好 瞄准再开枪 你还说股市如战场 如果股市是战场的话 你在战场上面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很容易中担嘛 对不对 打黑鸡 妙准 再开枪 这样才是正确的方法嘛 随时跟大家讲 不要去追账 不要去追共试股 有很多底部的股票 行情涨涨跌跌 只要是好公司 股价在底部的 它都会让你赚大钱啊 起起落落都自上的嘛 方向还对 贪大钱的公司 勾给钱多 给它一点时间嘛 没有时间怎么会赚大钱呢 对不对 没有必要股票换来换去嘛 你看有双红 双红要对 一百一一百零五开始买 一直买 一百五十五也买 一百六也买 除夕钱一百七十八也买 这样一路一直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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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买一直买 这中间涨涨跌跌 涨涨跌跌 一直涨涨跌跌 一国家 两国家 三国家 四国家 五国家 五国家的时间 五国家的时间 一百五块 参加赌款 起来两百五十一块 五国家 大赚一百五十一趴 哦 盘那里顾到 一国家盘那里顾到 你那股神巴菲特一支股票 报好几年啊 我们当然不可能报那么久嘛 对不对 五个月 一百万赚一百五十万 值不值得 值得嘛 这样做最轻松 又会赚大钱 你这样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滚石不生胎 缴了一大堆手续费 结果算下来 也没较贏嘛 也没有比较好嘛 对不对 所以习惯这样做 赚大钱的 在底部开始一路买 给他时间 因为贪大钱啊 股票市场比这些气场 谁能够在市场上面待越久 就会赚越多 方法才是最重要的 就要起关 两百三出清 出清 那就好啊 对不对 底部买 高了 出掉 钱收回来 再来换一双 那一年做个 两次三次 你就赚好几倍啦 对不对 有必要股票换来换去吗 你有看过哪个老师 一支股票 每天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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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讲五个月 有没有 我看只有林何彦而已 川普要选总统 他想连任 你放心啦 美国国家 没来啦 我这样讲 功能 更多的啊 完全都没有变的说法 美国股市是不是让走 完全印证我的说法嘛 现在民调已经五五波接近了 他更不会放手 他想超车 只有让美国股市继续涨 所以你要认清这个事实啊 还有很多赚大钱的公司 股价在底部 你不要去把基属害到啦 万三又如何 还有很多股票赚大钱在底部啦 你不要去队关嘛 涨高的要下来嘛 业绩烂的 投机的 怎么去就怎么来嘛 你找好公司在地步的 你抹就没什么风险嘛 你看国阳 我也说一句的啊 我从开始买之后 每天讲每天讲 你有抹吗 你有抹吗 除息前我们也继续加码啊 我也没有换来换去啊 大跌那一天 8月20号大跌那一天 我也是减便宜啊 买完之后 又连涨两天啊 没有必要换来换去啊 你看买进参加除息 成本24.3 挠起来30 这样是不是又23%了 一百多的 这样搞没有 很好啊 一百万 一百多的跌 geht23万 这样不错嘛 对不对 今天我们换去呢 今天国阳还是涨啊 昨天外资继续加码 你知道今天外资又加码国阳 三千多张 今天买更多 昨天买了493张 今天涨1.7% 今天外资又买三千多张 你要知道凡是有充了 只要破这个平台30.8% 就会充了 我大概算了一下 外资在八月份买国阳买了七千多张 那你八月买股价在这里 平均成本在三十块钱嘛 我请问你 外资八月买了七千多张国阳 都买了三十块的平均价值 这样国阳会去吗 一定去的吧 因为他三十块钱这边压了这么多 还继续在买 今天又买了三千多张 他都买的购在里面 这样去吗 一定去的嘛 你看他七月份的时候 七月份的时候 卖了一千两百多张 平均价格在二十六块钱 外资也是三低 最高 我是吃购的 外资在买 那现在外资又追回来了 中国票会再冲出去啦 平均价值三倍而已 后面还有一个简支 四年五四四元 所以中国票最安全嘛 对不对 论态权也是啊 我也说一周我会论态权啊 对于要不要去 就能够讲啊 禁止一百五十二块 说完之后一落牛啊 外资也连三月五天啊 我讲完之后 外资开始买 连买五天 连五天 但监论态权有压回来 监论态权压回来 压回来就压回来嘛 没多少啦 不过多了啦 外资有幸福的金区 净值一百五十二块 炭十六块 顾备到六十几块而已 哪有这种股票 有够熟的 有够熟的 大盘接下来要过一万三 万三要备 扣电子不够了啦 你看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电子骨充 电子骨充 电子骨再充 电子骨再充 再充 穿四边都穿不下 代表少在股力量嘛 哪一股力量 就是金融嘛 所以后边要够一万三 金融股一定会出头天 金融股一定会出来 你看富邦金 今年获利率创历史新高 股价怎么够 炭六块 起来六十九 今年赚七八块钱 股价这么低 所以这种股票根本 怎么没风险 外资一出手就两万五千张 对两万五千张 所以后边大盘 要够一万三 要穿一万三 一定要扣一种股票 一定要扣一种股票 但我不是叫你一定要买金融股 我是告诉你 还有很多 今年赚大钱的公司 股价还没上当的 你担心指数 你更应该布局这样的公司 不然你跟着林雷彦做嘛 我专门找业绩好的 股价在底部的 不会带你去买投机 买业绩烂的 我们一步一脚印 跟上年的验 台股特快车 进段观估 稍微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上财富成长之路 力气来电 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顾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欢迎我到现场 外资 欧洲现在继续在涨 欧洲现在继续在涨 放得轻松的啦 不要那么紧张嘛 股票市场投资 你要轻轻松松的面对 你要轻轻松松的投资 开开心心的赚钱 方法很重要 我只买底部的基优股 我不买投机的 我不买业绩烂的 最近太阳能 最近航运股 质类股在涨 我知道啊 我怎么不知道 我为什么不买 都是投机业绩烂的啊 太阳能 每一家公司 净值都五到八块钱而已 经营到 已经亏损到 净值从五至八块钱而已 质类股更不用讲 对不对 航运股也是 有一餐没一餐的 那种股票 不是我要投资的范围 我要投资的内容 赚大钱的 股价在底部的 原则很重要 这样才会滚滚滚滚滚 好像很多在底部的股票 你看大跌那一天 我买国阳也买中光电啊 对不对 你们不敢买 我们一样买啊 手中现金大于总市值 我说这种股票 起起落落尽上的啦 当期一定贪大钱 现金就这么多啊 总市值得这样而已 这有来都金区 后面都会起跌的 这两天虽然有蹲下来 没追啦 今天是不是又上来了 掌苦啦 今天是没有又买起来了 净值47块 你 高级到三几块而已 中国平时就不用怕 一定会贪大钱的 我最喜欢买中底部的股票啊 你看神机也是啊 大半期4300点 都没起 第二季还创单季新高 业绩大成长 我最喜欢找这种 你看我说完之后 什么 就冲出去了 那这样轻松是不是有20 有个20几% 做什么最安全 你现在探最多 对不对 外资也开始追高了 你看我当时吃了不的 外资当时吃了不的 那一拉高之后 我昨天 昨天神机51块钱全部出清 昨天开高51块钱出清 最高52 出掉了 不不不不 落下来 今天神机 纯4、8块3 我掌5、11块5的 这样是不是轻松松 带你进也会带你出 带你进也会带你出 你看身家电子嘛 是啊 要开始涨的时候告诉你 下一档千金股 说完之后 一路Q 一路穹 一路涨 短短一个礼拜 33% 昨天跌好多 今天是不是大涨了 想过大气 单价比较贵的点 背高八股 八九百块钱的股价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的 你如果能够接受这种 七八百块钱股票的话 这些人注意 精测 今年获利大成长 去年上半年只有六块钱而已 今年上半年已经十二块钱了 成长了快一倍 完全没去 你看它最高价的时候 1520 股后 当年赚23.5 今年获利会创高 股价反而腰斩一半 完全没去的股票 这种高价股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精测你也可以注意 我骂也行啊 华为事情很多人让它 很多人觉得它可能完蛋了 我跟你讲 碰心啦 没够点了啦 空气踹公围 第三季会继续成长 华为的问题不影响 你看我是不是给大家看 33天33天31天 告诉你反转了 筋费是否开始起了 是否开始起 一路起 再加上起 是否抬起来 那昨天稍微蹲下来而已 今天又开高七块钱了 随时会冲出去啦 稳帽随时会冲出去 我今天也是开地的时候 叫VIP赶快买原项 收拌 起两块 还有很多股票 没有时间跟大家一档一档说 跟我一起坐 台股特快车 我带你买底部的机油股 做祝您操作顺利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